这个视频讲解的是 Mentural Cycle月经周期的第一个部分 Mentural Cycle月经周期指的就是 发生在子宫内的周期变化 子宫内它发生这些变化 主要就是为了让受精卵可以顺利着床 然后进而发育 然后这个Mentural Cycle 它是每28天就会重复一次的 那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讲解Mentural Cycle 也就是不同的这个层次去探讨 首先我们是针对 Andometrium of Euterus的变化 子宫内膜的变化 还有针对这个Stages of Orogenesis 就是形成卵子过程的这些阶段的变化 那我会用红色来代表子宫内膜的厚度 然后用蓝色来代表这个细胞的情况 那我们下方就把这个分成四个部分 就是不同的天 首先最左边这个是第0天到第7天 然后第二排就是第8天到第14天 接下来是第15天到第21天 然后最后是第22天到第28天 第0天就是第28天的意思来的 好首先我们先针对Andometrium of Euterus 子宫内膜的厚度 那第0天呢就是月经发生的那一天 所以这个月经呢指的就是 会有红色的这个血 血带是红色 就有血啊 血块啊 从这个女生的这个阴道呢 它这样子流出来 ok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来自子宫内膜的 因此呢在第0天的时候呢 子宫内膜的厚度 它快速的变薄 ok 一直变薄 通常第0天到第三天 它的出血量都很多 就代表它急速的变薄 而在这段期间呢 有些女孩呢 她会肚子很痛 ok 她肚子很痛呢 她有 她可能会觉得肚子一直在脚啊 然后会很脏啊 然后会很痛 那首先 为什么会脚 就是因为 这个 你要想一下子宫内膜 它到底是怎样变薄的 就是子宫内膜 它本来是很厚的 它用很多的血 很多的血管 很多的上皮组织 然后让它整个子宫内膜变厚 那现在它要变薄呢 也就是说 这些 这些 上皮组织 epithelial tissue 还有这些血管呢 它就要脱落 ok 它就要从这个子宫内壁这边 脱落出来 所以这个过程呢 它其实是 没有 没有东西去把它拔下来的 是它自己脱落的 所以这个过程呢 它就需要用到 脂肪 在那边进行contraction 进行一系列的contraction 跟relaxation 这样子的话 那个epithelial tissue 才会顺利的脱落 然后有时候 为什么会觉得痛呢 就是因为 在脱落的过程中 如果拔你的皮 你也会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为什么 在来月经的时候 它里面会痛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那当这个子宫内膜呢 它已经薄到最薄了 ok 接下来它最开始 repair 修复 好了 它最开始在慢慢的进行修复 慢慢的进行修复 ok 慢慢的进行修复 然后来到低 8到14天 也是在继续慢慢的修复 慢慢的增后 ok好 然后呢 接下来 在这段期间呢 我们的这个 卵子的形成过程呢 这个oigenesis 它从第0天开始 ok 它的primary follicle ok primary follicle呢 它 我还是画在下方比较好 ok primary follicle呢 它就开始生长 ok 它一直在生长 growth ok 当它来到了第8天的时候呢 ok 它就开始进行 Meiosis E 它进行 它完成了 Meiosis E呢 我们说过它会 分裂 然后形成两个不一样大小的 细胞 比较小的叫 first polar body 它是会退化的 而比较大的那个呢 就是secondary oocyte 然后形成 secondary follicle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secondary follicle呢 它就会成长 然后到形成 Graphian follicle Graphian follicle Graphian follicle 然後在第14天的时候 OK 它就会进行ovulation排卵 将这个secondary oxide释放出来 然后呢 剩下的grafian follicle呢 则是留在 obury卵巢里面 好 所以我们再大概重复一下 在第0天到第14天的时候 这个子宫内膜 endometrium of uterus呢 它首先变薄 OK 变薄的过程中呢 血 血管 epithelial tissue 还有这个内层呢 它最脱落 shaded 然后被排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endometrium呢 它最开始repair 然后第8天开始就慢慢的变 慢慢的增厚 而同时间呢 在第0天来月经的时候 新的一粒primary follicle 它开始成长了 它一直成长 然后当它来到了第8天的时候呢 它就完成 它就开始完成 meiosis E 就形成了 secondary oocyte secondary oocyte 周围围绕着follicle cell 形成secondary follicle 它最成熟 然后形成 比较大的 grafium follicle 一直到第14天的时候呢 这个grafium follicle 它们就会进行ovulation排卵 里头的secondary oocyte 会释放去到 phalopium tube 疏软管 而剩余的grafium follicle 就会留在卵巢内 overate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15天 在第15天的时候呢 我们先讲这个留在卵巢ovary的grafium follicle 它就会形成corpus lutum OK ovary呢 它里面呢 就有这个corpus lutum 它就会一直呆在 ovary里面 OK 10到第1 接近28天 OK 接近28天 而这段过程呢 如果没有怀孕的话 这样这个corpus lutum呢 它就会degenerate 它就会degenerate 那如果有怀孕的话呢 它就一直留在那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子宫内膜的厚度 那子宫内膜的厚度呢 随着这个secondary oocyte 它释放出来 来到phalopian tube了过后 这个身体呢 它是设计成 让这个身体准备要怀孕了 要传宗接待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当secondary oocyte 来到了phalopian tube 身体就会觉得 哦 它要ready for fertilize 它要被受 它就要受精了 所以这个时候 子宫内膜它就会快速的 蒸后 OK 它就会蒸后 OK 严格来讲 应该是在第22天 达到最高的厚度 最厚的厚度 OK 最 蒸后 好 然后呢 到底讲蒸后呢 就是 首先它会增加 大量的这个 血管 OK vessel 然后接下来 它的这个 内膜呢 会变 会增后 所以呢 有大量的这个 epithelial cell 然后这些epithelial cell呢 它就会折叠在一起 比方说 本来有很多很多的 它就一直在增加 这个epithelial cell 它就多出来的 就开始折了 然后呢 就开始越折 越多 越折 越多 越折 越多 就变到整个横 越堆 越厚 OK 所以整个子宫内膜 就是这样子 因为epithelial cell 它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折叠 然后变得越来越厚 而里头呢 则充满了这个血管 好 那接下来到第22天 到第28天呢 这个时候呢 理想的情况下 就是让受精卵 着床 然后开始 就代表它怀孕了 然后就要孕育下一代 那如果没有怀孕的话呢 刚才我们讲过 Corposelitum 它会退化 然后 这个 Andometrium 它会 又再次脱落 OK 再次的脱落 又回到新的 Mentral Cycle 又回到下一个 第0天 那为什么要一直 发生这些事情呢 曾经有同学问 为什么不要 变后 一直变后就好了 然后一直ready 到需要等到 有受精了 到时候着床就可以了 但女生就不用 每个月都痛了 那你要想一下 你第13 你在13岁的时候 你开始准备了 你的子宫内膜 第一次增后 可是你不可能13岁怀孕 你要等到20多岁才怀孕 那你要想象 这个子宫内膜 它就增后 保持这个厚度 十多年哦 它就很不fresh了 OK 你可以这样去思考 好 这个视频就讲到这一边 对 对 对